大家好,我是轩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想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有的人事物昏花,看东西看不清 眼睛里就像有蚊子一样 这种情况我们叫做非蚊症 一般上说是肝肾阴虚了 甚至会有耳鸣的情况出现 这种也俗称叫做肝眼症 其实眼睛干涉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独有的问题了 很多年轻人上班对着电脑 下巴窝在沙发上对着手机 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深夜 眼睛常常会感觉到肝、涉、痛、痒、红 事物模糊,甚至是视力下降 见光容易流眼泪等等 要问导致这些症状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放在我们现在发达的临床上 也说不清、道不明 但是眼睛是需要滋润、乳养的 肝开翘于目 在夜为类 一旦阴夜亏虚 眼睛得不到滋养 乳养、肝羊就会出来作怪了 就会很容易出现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肝、涉、痛、痒、红 事物模糊 甚至是视力下降 见光容易流眼泪的情况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滋意瓶目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茶饮 它具有补肾养阴 而且非常好的瓶目效果 下面随着我的镜头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三颗肝菊花 菊花具有保肝明目 清热解毒的作用 可以有效地缓解眼睛疲劳 以及缓解眼睛的炎症 使眼睛明亮有神 同时对视力也有好处 对于长期使用手机和电脑的人群来说 也有很大的帮助 也可以增强肝的解毒能力 对身体好处非常多 我国自古就知道菊花 有保护眼睛的作用 并且现代医学研究发现 在菊花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A 这种物质具有保护眼睛的作用 并且一直以来菊花也是 中医治疗各种眼疾的良药 因此经常感到眼睛干涉 眼睛肿痛的来应该多喝一些菊花茶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三克左右的菊银花 菊银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中药材 药用价值比较高 在生活中也比较受欢迎 菊银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蛋白质 纤维素 以及多种药物成分 这些物质可以很好的 促进淋巴细胞进行转换增强白细胞的吞胜功能 从而增强免疫力 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 菊银花在进入身体之后 能够有效地促进肾上腺素激素的释放 这种激素对于各种炎症以及肿痛 都有非常好的抑制作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五克绝米籽 绝米籽是以中药绝米籽为主要的原料 经过量赛而炒制加工后得到的保健养生茶 它能为人体补充丰富营养 而且能去风 清热 并能增强人体的抗炎 抗病毒能力 对维持人体健康有很大的好处 经常用它泡水喝 还可以提高心脏功能 也能保护眼睛 绝米籽的功效与作用 第一,可以保护眼睛 平时人们喝绝米籽茶能保护眼睛 因为它能清热解毒 也能清干瞑目 对人类经常出现的目次肿痛和青光眼 白内障等症都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另外,人们因肝火过往导致眼睛干涉或者事物不清时多喝绝米籽茶 也能让症状好转 第二,提高心脏功能 人们多喝绝米籽茶还能提高心脏功能 因为绝米籽中含有丰富的蛋黄素和葡萄糖带 还含有一些微量元素 这些物质被人体吸收后能直接作用于人类的心脏 并能净化血液 可清理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伤脂 能加快血液循环 经常用它泡水喝 还可以预防心梗和心律不齐 也能防止心脏功能减退 接下来把金银花菊花绝米籽放入水里清洗干净 洗干净的食材全部控水拉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0克左右的枸杞汁 枸杞汁第一,可以养干明目 根据实验表明 枸杞茶种的枸杞多糖能够使轻骨柄准胺酶降低 有促进修复损伤干细胞的功效 枸杞汁还能够阻止干细胞内的脂肪成绩 并能让干细胞得到新生 经常喝酒的人可以多喝枸杞茶叶 这样可以能够减少酒精给肝脏带来的损伤 清洗枸杞汁的时候加入一点生粉 因为枸杞汁在晒的时候很多褶皱 生粉有很强的吸服力 可以吸服里面的灰尘杂质 第二,枸杞汁可以抗疲劳 枸杞茶叶当中的主要原料就是枸杞 而枸杞可以滋补干肾、养血、迷目 能够使身体的免疫力增强 对于现代的白领来说 枸杞茶叶中最大的功效就是可以抗疲劳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喝一杯枸杞茶可以消除一生的疲劳 枸杞汁清洗干净,控水拉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10克左右的伤肾 伤肾被称为民间肾果 是我们乐生生活中经常食用的水果之一 伤肾所含的花青素 可以缓解眼睛局部 因长时间过度用眼等原因导致的疲劳 伤肾还含有较多的维生素A 及时的补充维生素A可以预防夜盲症的发生 伤肾对眼睛是非常有好处 伤肾清洗干净,控水拉出 接下来把所有食材全部放入养生壶里 加入1200毫升左右的纯净水 按花茶的键煮上15分钟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15分钟之后,这道水就煮好了 倒入杯子里就可以饮用 这个水对于保护眼睛 预防老花眼以及缓解眼部 红肿、胀痛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